平均每天晚上大概可以講到 五六個小時甚至七八個小時 寶貝我肚子好痛喔 你的第一反應會是什麼? 給錢有用嗎? 欸有欸有用 欸Venny啊 我不是 好啦想問你男友做過最貼心的事情是什麼 最貼心啊比如說你也知道我們編輯有時候 就是會加班加到很晚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 一不小心開會到半夜 他就一不小心在公司樓下 他等了差不多四個小時吧 四個小時 他也太閒了吧 他比較像小男人代表啦 喔小男人你是說那種 比較貼心會幫你有帶便當 嗯之類的 而且他就是比較愛過節 就是過節磨人 萬聖節聖誕節中秋節 甚至端午節也想要過 聽過啦聽過一種是更誇張的 他會幫你有洗頭髮 還會什麼洗內褲 這是男優吧不是男友 還是你說的是你男友 不好意思老娘現在單身 你就是要逼我在鏡頭面前講出這句話 yes 我就是要逼你講出這一句話 我們現在挖栽就是要用公費來幫你蒸油 我們直接去路上尋找你心目中的小男人 好嗎 當然好啊現在馬上走 好高 嗨同學我們今天要來尋找 藏在民間的小男人 第一個問題是 你願意跟另一半一起穿情侶裝嗎 願意 因為我覺得穿情侶裝很正常 願意啊願意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剛剛回答超乾脆 所以就很理所當然越猶豫 她是我女朋友 跟她穿情侶裝沒問題 你幹嘛吃雞皮疙瘩 那如果她說要穿豹紋的咧 如果她覺得適合我就沒問題啊 天啊 你可以 你可以 我可以 你也可以 那如果另一半要求的情侶裝很醜呢 我會跟她講說很醜要不要換一套 願意啊如果她逼我的話 我覺得OK啊很棒啊情侶裝很好 等一下那兄弟裝是誰逼誰 相信我媽逼的 還行吧 要看是怎麼樣的情侶裝吧 我覺得 如果是你身上這件 我覺得不行欸 超尷尬欸 情侶裝的太明顯了啊 我覺得很丟臉 那如果小安真的很想跟你一起穿這件呢 那就她要穿我不會穿這樣 OK 我願意啊 我個人是大概國中畢業之後就 就不搞這套了 嗯我蠻願意的啊 等一下你這件是怎麼來 你要跟他們講一下 因為是她送給我的啊 還有褲子啊 褲子也是她送給我的 褲子也是她送給我的啊 是從哪裡寄過來的 從香港寄過來的 不會欸 蠻少的 那你能接受小倩跟異性單獨出門嗎 那沒有辦法 蛤 我今天才知道 那如果她今天剛好比較忙 就是讓你等了一個小時 你會生氣嗎 也真的等過了 沒有生氣 那你最高紀錄是等多久 一個多小時吧 小男人之數超高的 小倩覺得咧 小倩覺得 她是真的蠻深情的 小男人之數應該又達到十分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小倩認證 好那我們現在要請到 小倩跟EVEN來做情侶默契大考驗 請問你們第一次約會的地點是什麼 請各自寫下不要偷看喔 請翻牌 請翻牌 哇 這個是不一樣的 等一下 洲際棒球場有旋轉餐廳嗎 有嗎 沒有 因為那時候應該是有心動的感覺的時候 是 奮力一搏 求生意志很強 我看到小倩的那個眼神流露出霞氣 這個應該是第一眼看到她心動的感覺 第一眼 對 好啦那我們在此祝福EVEN 回去分享 身體健康 那你能接受就是 心瑜跟異性單獨出門嗎 有心的嗎 會爆起 比較熟的 有心認度的 就會讓他們單獨出去 可以啊 可是要先跟我說就好了 沒有必要去限制 另一半的交友這樣子 那如果她很帥怎麼辦 欸 如果真的很帥的話 那就先認識一下也OK啊 欸 OK OK 太帥了不行 目前還沒遇過 我就是看白天還是晚上 如果說太晚 其實多多少小時還是會擔心 但她如果跟我說就 還是會拿去 我都會先跟她說 可以喔 這麼爽快可以 可以喔 那如果她很帥怎麼辦 那也沒關係啊 為什麼沒關係 你不怕她會追走嗎 我們是重內心不重快票 那如果她內心就是一個超級好的人 她平常都是收養流浪狗 會有點動搖 就是三合一沒有好東西啊 就像咖啡 你不可能吉隆咖啡 好喝有奶又有糖 那上一咖啡就爛東西啊 那你是什麼咖啡 不可能是單品吧 你覺得自己平常做過最貼心的事情是什麼 我會幫她擠牙膏 拿起來就 放進嘴巴 直接殺就好了 沒有因為那個時間不會差太多 通常都是我們通常都會一起起來 因為我比較常要加班 然後可能我回到家的時候 她會幫我把菜全部都熱好 或者是如果那天她是點外賣 她也會都先弄好在桌上 回家就可以立刻吃 你就是貼心的小男人 你可以這麼帥 Kerry說她平常就會摺衣服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她摺衣服的功力 到底好不好 請你開摺 這個詹密度看起來 因為她習慣會把它折起來 折很小小 像那種小飛機她會折很小小 很省空間這樣 對 那個chulite大家有看到嗎 欸 這樣抓 覺得如何 還行啦 這個線要對起點 好了 現在就那邊再折一半啦 指揮 就好啦 你有指揮 天哪 Kerry這應該給過了 超級大過關 認證 認證 那你平常會跟另一半聊天嗎 晚上 電話會 你們通常都聊多久 大概半個小時吧 不會 不會 要聊就見面聊 那你們會傳訊息嗎 訊息會啊 訊息會 我不太喜歡說寶貝 直接叫她名字 寶貝可以有很多個啊 名字只有一個 就不會叫錯 一個人的人生中會有很多個寶貝 這樣不好 睡覺前會講電話 欸其實我們話蠻多的 我們大概 之前平均每天晚上 大概可以講到五六個小時 甚至七八個小時 這樣 就是可能從下班大概五六點 然後講到半夜這樣 你講一下 你昨天講電話 講到心情怎麼樣啊 心情怎麼樣就有點快 崩潰啊 對啊 那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的鏡頭講啊 你說我 你沒有看到是不是 好會 兩三個小時 有時候去掛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聊 閒話家常 我們現在要請她做一個 小男人挑戰 衣服就在這邊囉 好 好預備 對 開始 平常會幫她摺衣服嗎 不太會 因為我沒有注意起 所以你是個會做家事的人 還算是嗎 還算是嗎 不知道在家怎麼摺 那你 平常 對她做過 等一下 這是什麼這樣摺啊 喔這樣摺嗎 OK 好 你平常做過最貼心的事情是什麼 我沒有 做過什麼 超級貼心的事情 比方說 買她想要買的東西 然後送給她 就是 送她去考試 大概隨便啊 大概這樣 會 等她下班嗎 會 每天都會 每天都會 對 對 對 我可能自己也要忙啊 她有手有腳 她自己回家就好啦 她剛剛就很說出 她有手有腳 因為其實她住滿遠的 她住在新竹 喔真的嗎 然後你住台北 是 所以我們就 沒有辦法接 假日才會見面 會耶 我會接她 我不小心delay太久 你會生氣嗎 不會耶 我不會生氣 我個性很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進行剝葡萄挑戰 誰會剝葡萄啊 來請開始 就是如果女朋友說 欸我想要吃葡萄 可是我不想要剝皮 怎麼辦 就不要吃 買五隻葡萄給她吃 這個皮啊 呃 來下一顆 下一顆 要吃幾顆 這種女朋友不行 這種女朋友要分手 我就說嘛 你看剝葡萄 然後把褲子搞髒了 那怎麼辦 她幫我洗就OK啊 這個成功 大成功 我覺得我剝葡萄的天分 奇怪也都不去植 為什麼你葡萄要去植 那這樣子 可以公開真女友了嗎 我很會剝葡萄喔 我的條件喔 也要剝葡萄給我吃 就好 最好是啦 你長得好看就好啦 那如果女友月經來 就是跟你說 寶貝我肚子好痛喔 你的第一反應會是什麼 我不知道 給錢有用嗎 欸有欸 有用 就安慰她說 可能喝個熱水 或喝熱巧克力之類就好 對 我教你一個妙招好了 你現在是給她錢的 給錢有用嗎 給她錢有用嗎 超滿有用的 你的另一半為你做過 最貼心的事情是什麼 在生日之前 她跟我說 她沒有很喜歡收人家話 然後我跟她說 可是我覺得女生說的話 應該都會很開心吧 但我也沒有特別跟她說話 可是這還是什麼話 然後就 雨晨說 她們平常都很喜歡拍穿搭 我們現在就實際來演練她 到底多會拍 各位看看這個姿勢 誇不誇張 Apple覺得這色的唇果還滿意嗎 很滿意 這MV規格勒 想得來認真 沒有 不講不講 真的 拍照這件事情其實困擾我很多次 但我後來發現就是 男生拍照最主要的訣竅就是 閉嘴 閉嘴然後照做 閉嘴狂按 我們就跟著做 好 開始 一般你就把你想要的姿勢 全無技巧都是感情 好 滿意了嗎 閉嘴 照做 好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們剛剛拍攝的作品 我是覺得有點 一言難盡 對 主題好像不是你 好像是後面的其他東西 對 基本上我們追求的不只是一言難盡 還有一盡 幫女朋友拍照的時候 唯一精髓就是 閉嘴 照做 耶 成功 今天訪了好多組情侶 我覺得眼睛有點痛 就是 每一組都超閃 然後 現在眼睛被閃瞎 眼睛直接睜不開 就其實我發現啊 就是我們今天這樣訪下來 不管是哪一種類型的男生 或多或少 其實都是有一點點的小男人特質 對 看起來很Man的 或是看起來很小男人的 都有一點 或是有一些 有一點搞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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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男也會有小男人 大家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大家如果還想要知道 更多關於小男人的議題呢 記得鎖定挖斋